当作人品试金时 印度有一巨山 向某轮船的船主借一本英文圣经 船主很奇怪地问他说 先生是回教人并且不同英文 为什么借这个呢 商人说 我并非为了要独裁借 乃要借来放在客厅桌上 船主说 那你是拿他当作偶像 借他免货吗 他说 不不不 我特地拿他做人品试金时 船主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我大多和英国商人交易 你是知道的 当他们进我的客厅时 我若见他对这本书 表示留意并且爱护 就知道他是可靠的人 若见他表示轻视或出言攻击 就知道这人是靠不住的 亲爱的朋友 你把这本书当作什么呢 我可不得了 那下一个女朋友 说